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你有一个值得你心动 向往来台湾走一遭的冲动 郑补原与他的伙伴 进一步打造近距离拍摄技术 以人视角 打破VR无法近距离拍摄的规则 要让这支影像能完美成型 背后是依靠一群默默付出的工程师 他都是一个语演的原始党 他都是很广角的 那在VR里面看的话 其实是要扭成正确的人眼透视 那这部分就需要后续的结合 看完VR之旅 你是不是也很心动 想来一趟真正的实体旅行 苏小姐是旅游爱好者 每年她都出国旅行 靠赏自己 并用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行程 它比较独特的地方是 很多的商品跟大众化的 一般传统旅行社差很多 因为它会有很多一些 比较深度的层面 KK Day利用后台的大数据 分析消费者使用习惯及回馈制定策略 他可能发现去年消费者可能刚开始接触滑雪 所以他看的可能是比较初阶的形成 但慢慢来关键字搜集上之后 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关键字出来 过去的观光行销与策略制定靠的是经验 市会观光用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 优化服务 当这些数据能成为政策依据 进而打造出适合旅客的旅游场域 势必能为地方带来更多收益